今天逗逗快樂學長要教大家做的是可愛的兔子手機在 好 現在其實大家不是很喜歡當低頭組嗎 時不時就要拿手機這樣滑啊滑 可是有時候兩手不方便拿手機的話怎麼辦 我們今天幫大家做一個白寶袋 你可以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這個白寶袋上面 掛在脖子上面帶出門 因為老師今天做這個手機帶很大 所以空間很多 你想放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把它打開 我們這邊還有貼一個不織布的像這樣的一個魔鬼簪 然後讓你可以這樣開合開合 然後裡面其實很神 然後裡面你可以除了放手機之外 當然你也可以放鑰匙啊 放一些零錢啊 放悠遊卡都可以 然後接著你就老師特別做了一個這樣的掛繩 就可以把它掛在你的胸前 然後帶出門 小朋友的話你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掛包 掛在旁邊這樣子 是不是很可愛 你自己獨一無二專屬的手機帶 我們又歡迎今天手作達人小丸子老師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的手機帶準備的材料有 一些裝飾小物 然後剪刀 鉛筆 膠水 還有魔鬼簪跟布織布 然後還有一個事先畫好的板型 然後熱龍槍 然後準備好我們就可以開始製作 然後我們不織布呢可以買這種比較硬一點 它有分軟的跟硬的 然後我們可以選這種硬一點的 它到時候會比較挺 然後我有事先畫好一個板型 你就可以找一個卡紙 然後就量好你的大小 你想要的大小 那我今天做的大概是 上面是10公分 然後旁邊是18 然後旁邊要留一點點這個 給它可以沾膠水的地方 然後我們先把沾膠水的地方折起來 我們先把它折起來 因為我們先把內膽的板型畫好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折一半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一起剪 比較偷懶的小方法 對 然後不要靠邊邊 因為我們旁邊要留一個 連膠水的地方 然後就把它先對一下 對一下 歪一點點沒關係 反正我們到時候要照的框框剪 然後你就選一個比較深一點的鉛筆 然後把它描起來 先把內膽描起來 大概看得到線就好了 然後再把它打開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一邊折起來 看一下對好一邊 就大概對齊了 然後旁邊澆水的地方 一樣就畫到看得到線就可以了 畫好之後我們就沿著 沿著它把它剪下來 剪兩片 然後你也可以合在一起剪 如果你怕不好剪就可以分開剪 那你就畫兩遍 因為它硬度比較硬一點 所以你可能在剪的時候 需要用力一點 10乘以18公分的這樣的一個長寬度 開口是10 你也可以量好你自己的手機大小 我有在做大一點點 想說這樣可以裝別的東西 基本上它應該是各個尺寸的手機 都裝得進去 那你也可以順便帶個什麼衛生紙 都可以往裡面塞 都可以往裡面塞好 你的悠悠卡 用這種膠水 相片膠啊 電氣膠都可以 那熱熔箱是就會比較快一點啦 因為你上去它很快就乾了 把它合起來 這個方法很簡單 然後你想要用手縫也可以喔 手縫好像比較牢固 對對對 然後開口的地方記得不要黏住 嗯 其實用平蒸的方式就好了 對 你可能沾到一點點就先 修一下 然後我們就旁邊等這個給它等它乾 然後我們然後來畫個蓋子 蓋子的話我用點點的 你也可以用跳色 你也可以用別的顏色 那我一樣用差不多同色系 然後是有點點的 然後你就量一下 你就把這個 放在這邊 然後你把它 大概量一下看你的蓋子要多大 然後用反面畫 這樣子鉛筆等下才會看不到 然後我們大概 我們這邊大概有個地方也是要沾膠水 你就可以大概比一下 先比一下 然後畫一個半圓形 像畫正方形什麼形都可以 還有波浪花也可以 也可以喔 對 波浪紋也可以 對 波浪紋也可以 好 我就畫最簡單的一個圓圓的這樣子 很可愛 半圓 半圓形 畫半圓形 這個部分都可以自己隨意變化 好 大概就可以這樣把它剪下來 來 畫在裡面就是這樣子 等一下蓋的時候就不用去擦那個 鉛筆 你也可以在剪的時候順便就把那個鉛筆剪掉也可以 嗯 就不用再去擦鉛筆盒 對 就不用去擦 好 就可以先把這個一樣黏上去 就可以比一下這樣子 那我這邊想要比較快乾我就用那個熱熔腔 熱熔腔 對 它用熱熔腔的話就要小心你不要燙到 很燙 不然你也是用縫的 對 也可以 對啊 你也可以用縫的要一針一針縫 嗯 我這種就是 這個方法就是比較 偷懶 簡便 但是它也很牢固 我這邊想要把它加強一下 熱熔腔跟相片膠其實 我有試過了 背起來都滿牢固的 你還有自己加重物去背一開始 對 我有試一下 不會斷 滿牢固的 不會斷 好 然後我們就先把 魔鬼沾這邊也黏好 然後我是選同色系 這樣子就隱藏了效果 那你就可以 就剪自己的大小 我是剪一個正方形 你也可以這樣整片黏都可以 這邊你就可以看你想要怎樣最牢固 然後有一面它是毛毛的 然後一面是粗粗的 然後粗粗的就把它朝下 然後這個邊邊的這個膠 白色的膠你可以把它剪掉 這樣比較看不到 會不會看到這個醜醜的東西 可以把邊邊修掉 毛毛的我把它黏在上面 一樣用熱溶膠去固定 然後你這邊你就可以先把它蓋一下 看一下大概在哪裡 大概哪個位置 要到時候對不到就好了 然後我們再先黏背帶 那背帶你就可以找這種寬眼的斷帶 你就可以剪大概你想要的大小 然後我現在會先把一邊黏好 你就要自己試一下 不要變很反的 你就試一下 你自己上身背一下 看一下大概是哪裡 正反面對上 對 然後我會先把一頭黏好 然後再來剪長度 這個長度你就是可以自己 看你想要多長 因為我想要也可以 背在脖子上也可以斜背 所以我弄長一點點 這個地方一樣用熱溶器 你要用那個相片膠啊 電氣膠都可以 我的那個長度我大概是 以這邊的長度去量 然後我大概有在剪一小段掉 不然會太長 我大概再剪一點點掉 然後你就把它一樣 疊過來 這樣子就很牢固 再重疊一次 對 再重疊一次 我是這樣子黏 好 那我們這櫃就可以先放旁邊了 好 那我們這櫃就可以先放旁邊了 然後呢 我們可以來做小兔子 可以裝飾 對 小兔子 然後我那個用白色的不織布 我兔子是白色的 我先剪一塊下來 這樣子比較好操作 那就可以大概你就可以一樣量一下你的這個袋子 然後先去畫一個你兔子的頭 然後你可以剪一個就是 像手機你的這個大小 然後放在這裡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在這邊畫 這樣子的話小朋友也知道你的兔子大小 你就不會再畫好幾隻 一下太大一下太小 對一下 對 然後你就可以畫一個橢圓 不用正圓 你可以其實像丸子一樣 我們先把我們的手機袋 拿來當作是一個打底的作用 對一下 這個兔子的大小 避免說像老師說 其實有時候畫太小或太大 你又要重做很麻煩 沒錯 頭一定要先畫出來 嗯 頭畫好了 等一下做身體 才知道你身體的大小 還有耳朵 對 好 頭 我是畫一個大概一個橢圓形 這樣把它剪下來 那其實就算你的兔子想要用不同的材質去做 我覺得也OK 比方說我可能想要有一點毛線的感覺 有點毛茸茸的感覺 那其實我在做這隻小兔子的時候 我不一定要用布製布啊 我也可以設計讓它摸上去 真的是Q摸Q摸這樣子 很舒服的不一樣的材質 去撿我們的小兔子 其實我覺得也很可愛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的每一個細節都是用不同的 這個材質去拼貼的 比方說這是不織布嘛 然後這是另外找球球 然後這個斷帶又是不一樣的材質 然後這邊又有活動眼鏡 然後這邊還有用筆去畫 所以呢 丸子這個作品呢 是用不一樣的材質去拼貼 看上去就是非常的可愛 你兔子的材質都可以任意變換 然後我們接下來身體 然後你就頭先大概擺著 然後畫身體 身體就是一個比較胖的水滴型 然後就可以大概把它放在下面 把你這塊布放在下面要比一下 畫一個胖水滴 像水滴的下面一定要胖胖的喔 真的兔子才不會太瘦 嗯 這樣比較可愛 然後一樣把一個胖水滴剪下來 然後尖尖的地方就是藏在後面當它的脖子 好 你就可以大概先組裝一下 先不要黏 你就可以先大概比一下這樣子 如果說男女不滿意你就可以重剪 就不會怕失敗 然後耳朵 耳朵是兩個也是一樣水滴型 只是它比較瘦 比較瘦的水滴 然後剪兩塊 就可以一樣疊在一起剪 比較快 對 如果說你想要很精準 你也可以這樣子慢慢分開剪也可以 剪兩塊一樣的耳朵喔 然後尖尖的一樣朝後面 可以先比一下 有多大小 然後可以用粉紅色 寫了它的內耳 內耳就是比較要比它小喔 嗯 內耳你就可以畫就一樣 兩個水滴 小一點的水滴 然後一樣你可以把它疊在一起剪 這個比較小 兩個疊在一起你就要小心一點 尖尖的一樣朝下面 嗯 你大概比對好 你就可以把它 黏上去 那小東西我就用這種 像電氣膠 橡片膠這種黏 就可以了 然後你身體先黏 因為我們剛好已經定好味了 你就 不用怕 其實這個在選擇膠水 其實這個在選擇膠水 你就選擇那種水分很少的膠水就可以了 嗯 水分很少啊 像電氣膠 橡片膠 保麗龍膠 都是比較沒有水分的 嗯 然後耳朵 內耳先黏 其實最快還是熱龍膠 對 只是它 比較熱熱的 小朋友拿的話 就要很小心 嗯 先黏上去 這邊還沒有黏死 我等一下要把耳朵插進去 嗯 耳朵你就要看你喜歡板子 什麼姿勢都可以 可以讓它這樣子有點斜斜的 對 也很可愛 好 然後就把它壓一下 嘿 好 然後我們缺鼻子 鼻子要先喔 鼻子先然後才可以幫眼睛定位 剪個圓 對 剪個圓 然後這個剪個圓有一個小偷懶的方法 你可以先剪一塊小小的長方形 大概喔 那就可以比一下 好 差不多是鼻子的大小 然後我們把四個腳剪圓的 好 這是頭腳部的方式 對 這是一個小小偷懶的方式 嗯 就是你剪 先把正方形剪出來 然後其實邊邊 只要剪一個弧度 對 就變成一個圓就出來了 對 所以這比較快可以剪出一個比較 整齊的圓 嗯 好 然後就 鼻一下 好 在正中間 然後就可以把鼻子黏上去 然後我們就來貼眼睛 你就可以去準備這種動眼 活動眼睛 對 然後你就選 你要的大小 看你要大一點還是小一點 所以我想要可愛一點 我就選個大眼 大眼的 啊你也想要你的兔子是小眼睛也可以 好 對啊 所以活動眼睛其實大大小小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選擇 然後你也可以用畫的 當然也OK 用畫的也可以 然後就看你想要什麼表情 你想要 鬥雞眼 鬥雞眼也可以 還是在鼻子的兩側 所以鼻子一定要先把位子抓出來 你的眼睛才不會跑位 對 塗在臉側 然後畫一個 用籤字筆 用那種油性的喔 然後畫一個笑臉 畫一個笑臉 這樣就很可愛啊 對 然後我可以故意給它畫個眉毛 比較可愛 嗯 你甚至可以幫它畫睫毛 對 有一個 鬥雞的表情 畢竟它卡通化 沒關係 然後你可以剪一個腮紅 剪兩個圓圓的腮紅 對齊剪 對 對 我就把它對齊剪 一樣 跟鼻子的小方法一樣 腮紅就看你要多大 多大 多大的腮紅 你要幫它畫多濃的妝 如果不漂亮 你就可以再把它修一下 就很可愛 對 然後好了之後旁邊就可以裝飾嘛 我會先把蓋子大概 先把它折下來 然後旁邊這邊裝飾才不會 那個遮到它 那你就可以準備這種 變形的小毛球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 黏一些這樣子 可愛的球球 這樣就選 你這個顏色你就選 不要跟底色太近就好了 這樣才有跳出來的感覺 可以這樣隨意的 甚至連市售的球球其實有大有小顆 所以小朋友在選的時候 你也可以就是買大大小小的球球 把它貼一整圈 或者是你可以貼出一個愛心 也可以 我是跳著貼 也很可愛 這時候就是要幫你的手機帶來做最後的裝飾 當然你也可以拿出一些顏料 上面塗塗抹抹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拿出我們剩下的這個不織布 然後你可以剪一些小愛心在旁邊 所以最後裝飾的地方 小朋友你都可以去設計一下 甚至你可以最後在這邊寫你的名字 就證明說這個手機帶是你的 然後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材質 或者是用毛線 我們用毛線穿針引線的方式 你也可以在旁邊畫一些圖案 我覺得也是滿好看的 然後我這邊蓋子 我想要做一個那個 一個標記說我從這邊掀起來 那我就準備這種小花 那它是不是顏色很近 對 那沒關係 我們做一個底 我們先把小花 你就可以挑一個很漂亮的顏色 我挑一個桃紅色 我先把這個小花 黏在這個上面 然後照著它 這個邊邊把它剪下來 這樣子幫它做一個底 就把它剪成 就繞著它剪就好了 你就可以做一個 很像開口的扭扣一樣 可以幫它做一個紫色 紫色啊什麼色就可以 你就 跳色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它捏在上面 來組裝一下像個小扭扣的功能 小扭扣 然後壓一下 這樣子就完成了 你可以試試看打開關起來看一下 這樣子 可不可以用 可以試一下可不可以 使用 對 記得喔 黏的時候開口這邊不可以把它封起來 雖然說我們那時候有留邊 對 好 乾了你就可以這樣子 喝起來 然後你可以嘗試看看說這個長度是不是你喜歡的 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手機袋很可愛的地方就是 它其實背的方式很多 像老師說的 它故意這一段 把它留多一點 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把它背在你胸前 然後也可以讓它側背有沒有 像這樣子 小朋友出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背一個在旁邊 然後如果是那種比較小的水瓶 你也可以把水瓶放進去 因為事實上呢 今天丸子呢 留的地方空間是比較多一點的 所以呢 小朋友除了放手機之外呢 你可以把其他 離離扣扣通通都往這個小兔子手機袋裡面呢 裝 然後甚至呢 裡面呢 你看喔 它空間真的是蠻多 可是你要記得 其實我們在縫的時候 不要把開口縫死 然後兩邊 如果你已經黏了 我們的熱熔膠 你覺得還不夠的話 我們其實還可以再用針線去把它加強一下 畢竟要常常使用嘛 所以我們可以用比較粗的針線 平針的方式 把它這樣子縫一圈 這樣子呢 你的手機袋才可以用得長長久久 很耐用啊 好 我們要謝謝今天丸子老師 教大家做那麼可愛的小兔子手機袋 謝謝丸子 好 多多快樂學童 Bye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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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